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3年1月19号 周四晚上的6点45分 今天的市场是低开低走 五后走高 尾盘再次下跌 纳指领跌 下跌达到了1% 今天的债券收益率这边是正好相反 在低开之后 尾盘一路走高 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上涨2.53个基点 两年期上涨3.34个基点 两年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倒挂达到了72个基点 继续扩大 那么市场在压注什么呢 今天的压注发生了一些变化 市场压注的是短期内继续加息 但是年底前有可能降息 而且会达到两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关于今天的加息压注的改变情况 目前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在12月的市场 对于利率的一个压注情况 咱们能看到 基于现在2月份3月份最多5月份 我们说加息加到5%也好 还是加到5.25%也好 但是大家对于12月份的这个降息的压注 已经是最少有一次就是来到了4.75 最多两次就是4.5的这个位置上 这是今天发生的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 很明显市场仍旧更加深入的和美联储对着干 因为数据在表明通胀现在降的还是比较的快的 所以这是市场在今天进行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压注 另外其实对于这个变化 关于摩根斯丹利的CEO戈尔曼 他也发表了比较类似的一个看法 而且是公开向市场在讲这句话 他说证据表明美国的通胀已经明显见顶了 那么较高的利率并不特别令人担忧 显然我们会承受一些损失 大型收购总是有空间的 最重要的是2023年美联储暂停加息后 再降息两次并非不可能 其实咱们看到的就是这个 现在看到的在资金在利率市场 大家确确实实在朝着两次降息去压注 所以市场看来是越来越激进了 不知道整个的降息的周期会不会提前 会不会提前到什么9月份10月份 这个咱们不知道 因为这一块是资金市场是每天在变化的 咱们做一个实时的追踪 但总体上加息预期见顶 这个肯定是跑不掉的 好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经济数据 然后再看一看个股 包括看一下对于今天像VIX连涨三天 还有像CNN的恐惧贪婪指数等等 还有我的期权这边 今天也是平掉了投机的空单的期权 然后看一看市场后面会怎么去发展 好 今天的第一个数据是来自于 1月14号的当周初勤失业金 它是意外的下降了1.5万人 到了19万人 低于预期的21.4万人 那么这个19万人是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么现在这个数据 还是显示在整个的1月份14号的 1月14号的当周就业市场还是比较强劲的 那么截止到1月7号的当周 续请失业金的人数是164.7万 低于预期的166万 初请失业金人数 这个是降到了四周均值是20.6万 这个值还是5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个值和上次相比是有小幅的攀升 但还是低于预期的 整个来讲就业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错 该招聘的继续招聘 该裁员的继续裁员 但总的由于就业总人口数量的减少 其实市场上的就业情况还是比较紧张的 好 另外的第二个数据是来自于美国的12月的 新屋开工的数量 这个数量是我们看到美国新屋开工连续是第四个月下降 新屋开工的年率下降了1.4%到了138.2万户 这个点是5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整个2022年新建的单户住宅差不多是100万套 比2021年全年下降了10.6% 所以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整个的2022年减缓的速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好 讲了这几个基本数据之后 咱们直接来看今天要讲的一支个股 就是来自于Netflix Netflix今天的盘后是大涨了 现在是6.87 最多的时候涨了89个点 非常的猛 大家说Netflix现在的价格合理吗 这个价格涨了以后怎么会跑这么多呢 而且从低点到现在几乎差不多翻了一个倍 Netflix到底发生了什么 财报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来看一下它的财报细节 首先它的财报是订阅用户增长好于预期 新增用户是进增了766万 远高于它之前预期的450万人 那么收入与公司预测的基本一致是78.5亿美金 比一年前同比增长1.8% 但是每股12美分的利润是低于预期的 市场预计整个四季度是营收79亿美金 每股利润是55美分 在营业利润内方面是7% 低于一年前的8.2% 但高于公司预期的4.2% 营业收入是5.5亿美金 远高于公司预测的3.3亿美金 好从前瞻上来看一下 那么整个的一季度 Netflix预计是营收82亿 每股收益是2.82美金 那么市场对于整个三月的一季度 预计是81亿的营收 每股是2.99 也就是说它这个前瞻上是和营收差不多 但是每股收益是略低一点 然后市场预测的新增用户是260万 但是Netflix这边已经不再发布 对于新增订阅用户的前瞻指引了 因为他们在上次其实就已经做出了改变 所以未来只能看到他们的营收 每股收益包括前瞻的一些情况 另外对于在10月份新推出的广告支持订阅层的计划 就是用较低的货源订阅费用 但是里面是插播广告的 然后吸引更多的订阅 Netflix表示目前原来不是有一些订户吗 比较少的订阅客户现在转到了支持广告的计划上 就是大家宁愿多付一点订阅费 也不想看广告 好像现在都这个趋势 你看包括YouTube上都有很多 YouTube的会员 然后你加入之后就是免广告的对吧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愿意多花一个月那么几块钱 然后免除广告的打扰 而且他仍然相信未来广告将产生增量收入和利润 但是对于2023年的影响是比较少的 所以在这次上他还是没有谈到太多的 关于在2023年在广告收入的影响 但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的电话会议还在进行中 所以我并不清楚在电话会议上 有没有透露更多的详细的内容 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补充 另外远期上将继续以两位数的收入增长 扩大营业利润率和正的自由现金流为目标 对于2023年公司预计全年货币收入增长将持续加速 Netflix表示预计营业利润和利润率都会同比增长 现在的预计是23年的营业利润率 由18%到20%之间 一季度预计是20% 另外公司还表示说 全年的自由现金流为16亿美金 高于预期的10亿 那么公司现在拥有60亿美金的现金 还有短期投资 假设没有重大的收购 预计将在2023年恢复股票的回购 所以我这里把标红的都是重点 我给它标出来了 所以基于今天的一份还算是不错的财报 特别是在前瞻上的表述是非常乐观的 那么Netflix这边今天是大涨 对于它的整体的估值情况 这里其实由于它提到了关于广告 对于23年的影响 它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看法 那么这边我只能基于当前的数据 就是基于今天1月19号的 因为后期的广告支持层的业务变化 可能会比较快 包括它还有新的共享密码的计划 会在一季度继续的去推进 所以这一块的预估的情况 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基于现在211到365 中卫是271 但同比22年它的增速其实并不快 只有2%的一个增速 也意味着现在继续旁号往上涨涨涨到337块钱 那么上方的365块钱就是今年的估值上限位置 那么同时我把上方的在估值上限位置的压力 给大家标出来了 大家自己看好 愿不愿意卖 还是说愿意怎么着 你大家自己做一个决定 下方短期的支撑是在这里287到312块钱 这是近期最近的一个强支撑 在这里中间的幅度还是比较的宽的 好 这个就是对于Netflix的一个简单的跟踪 另外今天其实大家对于市场的看法 在最近还是分歧比较大 特别是对于在2022年市场大跌之后 资金怎么走的问题 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在2022年的下跌过程中 是减仓 不管你是止损减了仓 还是之前更早前在2022年初 只赢减了仓的 一直没进场的 很多朋友手里边都持有大量的现金 那么其实今天我也看到一则消息 讲的是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数据说 截止到1月14号的当周 货币市场基金的总净资产增至4.814万美金 超过了20年5月的4.79万亿美金的峰值 当时的时候是新冠疫情爆发前的几个月 那么就有一个说法说 现在这么多的钱在货币基金市场 大家知道货币基金是属于那种低风险 收益 但是极低的 对吧 就是基本上你放到里边 反正收益就那么大 基本上看不到太多 通胀是肯定跑不赢的 但是它安全的 所以很多朋友把钱放到了货币货金里边去 那么整个的2022年市场的波动 我们说比较的大 加上股市和债市都在走雄 货币基金成了避风港 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 但现在我们说 会不会有大量的资金可能会进入股市呢 有的朋友说会 对吧 有的朋友说不会 这里我提出来有三种可去的地方 就是这些钱 如果有部分的资金 从货币基金里跑出来 它有三个市场选择 第一个就是股市 第二个是债市 第三个是储蓄 那么这三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现在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见顶 如果你放到储蓄里边 储蓄的利率也会随着见顶 你不相信你现在去看一看 你看看你的一年期的定存的收益率 和三到五年期的定存收益率之间 你看差别有多少 几乎是差别不大 对不对 甚至一年期还会高一点 三五年期还会低一点点 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市场压住现在是加息预期见顶 没有一个长期的继续去加息的预期 所以储蓄这边很快 储蓄利率也会见顶了 所以要存钱的朋友你得赶快了 对吧 你不赶快了 回收利率一停一降 预期往下一走 你的定存利率又下来了 所以这是第一种方式 你可以放到这里边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这样 后面会见顶 那么第二个就是债势 像债势这边 你比如说像TLT这种的股票 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这样的长期债券的收益率的股票 它的情况就是国债收益率这边 预期肯定是会下滑的 对吧 就是常见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下滑 那么就会导致债券市场的债势会上涨 所以债势它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而且的路径是非常清晰的 因为现在市场就是走的 加息见顶和降息预期 那么国债收益率往下掉 那么国债往上涨 就是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件 只不过幅度有限而已 对吧 你不要期待它有暴涨 什么给你涨个百分之七十八十 给你翻个倍 那么那可能性不大 所以这是第二种 那么第三种就是咱们的股市 但股市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不确定性 波动性大 大盘赚钱 但是个股亏钱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它并不是一个很稳妥的投资 所以说到货币基金里的钱 一定会进入到股票市场 我觉得不一定 大家想法不一样 你不相信咱们在咱们的评论区 做一个简单的调查 你手上有一部分的闲钱 你是愿意在未来的一年 你是放入 不是未来一年 就近年2023年 你是愿意放到储蓄里 还是愿意放到债市里 还是愿意放在大盘标普上 大家可以自己你可以选择一下 你就在上面留下你的留言 大家可以看看评论区稍后 你会发现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会选择什么呢 储蓄和债券 我相信我现在虽然没有看到结果 但我相信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标普在2023年的现在的表现 咱们讲过很多之前 上下的区间是比较宽的 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之高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好 讲完这个之后 咱们抓紧时间讲一讲大盘 首先说一下我今天的关于期权的操作 今天的DIA 这边我是已经把它给平仓掉了 今天其实最低的时候只到了329.9 那么前两天进场的投机的做空的这个期权呢 在尾盘是获利平仓 尽管没有达到最大的利润 就是328和328的下方 但是呢 由于这个标普 道指 还有纳指 实际上都是已经接近了支撑 那还没有到 还差那么一点点 但今天已经接近了支撑 大部分的肉啊 其实已经吃完了 所以呢这个鱼尾 我就放弃啊 下次有机会再接着做 目前我手头上 没有任何的多空期权的仓位 也就是仓期权的仓位 投机仓位 我是零 我是零 那为什么是零呢 跟大家讲一讲现在的一个市场状况 目前的标普 还有这个纳指 其实他们的走势 这两个指数的走势 是比较类似的 他们短期都处于选择方向的末端 就是空间非常非常的狭小 他们的多空 其实都没有明确的走势 现在的市场情绪也是摇摆不定 是一个中性位置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 首先看这个Wix吧 Wix呢 大家说Wix连涨三天 是不是代表市场要暴跌啊 很多朋友担心 但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下 Wix所在的历史位置 你会发现 它在近期的 整个过去的一年时间里边 它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Wix的这个周线情况 那么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比较低的 尽管短期连涨三天 它也只代表着市场对于财报波动的担忧 因为Wix我们说反映的是波动的一个情况 不代表说Wix涨就必须一定要跌 只是认为市场短期的波动区间 它会扩大 并不代表着过分的看深跌 因为它所处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在20这个地方 20这个地方 并没有把价码提的特别高 没有导致Wix变得特别的大这个数值 也就是即便是有保护 但是由于保护 其实从绝对的量上来讲 价格并不高 没有去大幅拉升Wix的这个表现 所以只能说现在的市场处于一个 不看过分深跌 但认为财报季短期波动 范围会扩大现在这么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从Wix上能读出来的一个结果 另外如果我们从CNN的恐惧和贪婪指数上 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指数很多朋友也用 因为我平常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也很少给大家去展示它 这个指数的原理就是 它汇集了有七个市场行为的不同指标 综合到这个指数里边 包括像什么动量波动性等等 它是衡量股票走势 还有股票价格的一种方法之一 它准确性 有的人朋友说准有的说不准 大家有自己的研读方式 它的逻辑是 如果过度贪婪 就是指针往右边 越贪婪代表着市场的价格会被推高 那个时候大家去看 那价格肯定是比较高的 会在涨的过程中 那么它通常标志着 这是一个转折点 就是市场太过于自满 太过于自信了 导致有可能股价会走低 所以它过度的贪婪反而股价会跌 那么反向过度的恐慌 代表大家都超卖了 或者不敢买了 或者在观望 代表市场反向有可能还会涨 它是这么一个研读方式 那么现在它处于一个 中性躺平的水平 代表到市场的情绪摇摆不定 它既不恐惧也不贪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在市场经过了两天的 我们说下跌之后 对吧 最近市场不是连续跌了两天吗 其实从期权上 在Put和Code的比例上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 已经从三天前的三个月的最高点回落 不少的Put已经获利平仓 我也是其中一员 刚才讲过了 我今天也是已经平仓了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说市场处于一个中性 就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状态 指数特别是标普和纳指 它处于一个选择末端 所以这种情况你说它是一定涨的多还是跌的多 至少今天完了以后 我是看不出来的 在今天的盘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中性的一个盘面 所以这是跟大家跟踪一下 目前市场的一个情绪 VX涨了 不代表市场 现在马上就要大跌了 包括现在的Put的很多期权 现在也开始在平仓了 但是还是要说一点的就是 如果在近期最近几天 我的持仓国里边像特斯拉 如果反弹到了136到155 因为前天的时候 昨天前天的时候还是到过136 但是那个速度非常的快 我也没有来得及去操作它 所以也没有完成减仓 如果在近期 它有再次上攻到136到155的机会 我依旧会选择减仓 这里是提前告诉大家一声 好 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请帮忙打开小铃铛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